好,接著是下一隻武術師 合物是我的大型 Magneticson 那誰說的呢? 誰說的呢? 誰說的呢? 大家都說的 大家都先殺手 介紹我玩這隻遊戲 他就說這隻遊戲是很貼的 這隻遊戲一定要玩 這隻是第一隻 這隻一定是第一隻 玩完之後我就找不到貼在哪裏 真的是這樣 場外聽電 但這隻遊戲其實有很多人說 他的Arts Group是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放了出來之後 黑色底有些寶石在上面 整個工具上也不錯 貼不貼在哪裏都是這些人 在哪裏 我覺得都是貼在哪裏 都是有不同的東西 你說砌Piles那裏是不做的 你說砌Piles那裏是不做的 你賬帳篷是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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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東西 我會說是不做的 我覺得他這隻的UUGAM在說 比其他人說 做Deep Down的Car 這隻建議就是 他比較做的Car 你怎樣做 你怎樣做 給別人Car的一額 你也有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做到 你要做它 只是沒有那麼有效 他做到的東西 你不停都會做到 在你的版本上 不同的方位不同的法層 不同的法層 相較度都可以做到的 那就是有一個 很厲害的效果 做得很開心 可以做到你自己的帳篷 又可以找到DMOTC 去做到軍事的感覺 我補充回後版 其實PotoGame 如果大家有留意 上兩集 就是那個Bundle Bundle一次 我買了兩個版 是的 但是這隻其實也是 長期保持著頭幾名 我們叫Bundle 當時現場投票的 熱門遊戲 這隻其實就是 上兩年Santa Maria 上兩年作者的作品 他今年出了幾隻都不錯 這隻就是其中一隻最好的 就是Minecraft 的確有說過 就是我玩了這隻遊戲 我是覺得這隻遊戲 是非常之驚艷的 是的 非常之感 我覺得是很開心 玩完之後 這個原因就是 就像Andy這樣說 因為那個門櫃高 就好像當年 大家聽到 Tom Martin 有說過 Aquicola 他不太喜歡 因為很HALF 但到HALF 他覺得很開心 A龍很開心 B 這就是他很開心的感覺 你做的事情都很開心 而他也是近年 比較多的 就是Dye Draft 就是Draft 炸式 炸了 以後每個回合 都可以選擇 我一向都不喜歡這遊戲 就是 所有Diescale 都不喜歡 有 有 你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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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隻他做到效果 其實Dies的色素 其實都很容易去manipulate 不過你也需要用這些方法 但你整件事是很pressible 所以玩樂的時候 都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中一隻可以競造連續遊戲的作品 原因就是 他裡面的機制是橫幅緊扣 我覺得他如果真的 將來有一個Block Game學院 這隻應該是其中一個 是教材 他可以做到幾個行動 連續一起 但是 之後我試完再機制 還有幾隻都可以加給他 機制上 我覺得他是優才真 就是練習考第一 但是 有沒有那種魅力可以繼續玩呢 有沒有那種感覺 不斷重開呢 可能就是各位贊少少 我先說少少 要不然Avery說了 我就不能說 沒有什麼 因為其實 我和你玩完之後 我都有一種感覺 就是 玩完就是 好玩 但是 不會想再玩 不會想再玩 怎麼說呢 就是可能就是 剛才Andy和Andy都說 他所有事情都做得到 所有事情都做得到 那我再做 做什麼呢 就是 他跟Cooper Island 就是一個 因為Cooper Island 什麼都做不到 對 我下次可以再好一點 但是 但是 你要記住 他裡面的更加好 更加好 可能就是 因為他 那些單 那些單 可能會高一點 你下次會高一點 但是 譬如Cooper Island 我就很肯定 我下一次還 我跑另一條旁 我有機會還跑 我覺得那個分別有些事情 還有 就好像剛才 譬如說 他是一隻 教科書的 橫玩雙球遊戲 但是 因為教科書的 橫玩雙球遊戲 裡面的東西就是 全都見過 就是 他很少聽話 是 是 他很好的 但是 他就 不少的 不少的 就覺得很厲害 好實在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 很多人的認同 就是 其實 他有幾個彈器上 他不一定是 其實他也是 適合的 我 就正面是 你覺得 基本上的地下 其實都不可以玩 你就是 他好像 可能玩兩三四 你應該怎樣看 看透了 可能還是這麼難 他的學習系統就是這樣 對 我想我看 他的學習系統 令到 人們想再 召喚 人們的目標 這就是 從遊戲 我也是 我以為 我以為 我覺得 他為何做教科 就是 他那個 雙球是 不是 他整件事很 很精煉 你覺得 他沒有多餘 他沒有多餘的東西 他沒有多餘的東西 是很精煉的 其實他沒有多餘的東西 但缺點也是這樣說 他是 沒有足夠的東西 讓你再探索 對 這些東西 很棒 你玩一次過給他看 對 但這個 我想補充一點點 就是 他是難得一隻 我覺得 他有Puzzle的機制 在裡面 而我覺得是 想再玩 因為我很多遊戲 一Puzzle 一Puzzle 加Urop 其實是好死的 但他那個 那邊 因為 各樣都難得很好 他這個Puzzle 也難得很好 我覺得他剛剛 合到好處 不會說 你躲在那邊 很久Puzzle 或者已經是Puzzle 那部分 都重過Urop 那部分 這個是剛剛 就是拿到那個位置 所以 是值得玩的 是 好 接著 去到下一隻 練金術師 練金術師 不如先說 我先說 好 練金術師 麻煩 這隻遊戲 其實 阿琪之前 有很多的 Revealer 都 把這隻 放在期待榜 裡面的前列 位置 但我看到阿伯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 興趣 說真的 他是哪個作者 我忘記了 都是一些新的 誰呢 我們馬上幫你找一下 這個 好 出名的 出名 啊 我記得是 那個叫什麼 忘記了 你幫我找一下 是 有幾人 是嗎 我記得是 馬克波羅 其實這個遊戲 我還沒玩之前 看到阿伯 就不是很開運 但一聽完Ruth 就覺得不得了 其實他說什麼 就是 你現在就是一個 練金術的人 阿伯 阿伯 你可以當他是 你的老師 現在 你是一個 練金術師 你就要透過 練一些不同的元素 去變成 黃金 就是遊戲的主軸 那麼 練金的過程 你呢 就要把東西 由這個 好像是由 軸 電水銀 水銀 鐵 鐵 銀 銀 金 一起練 表面上就是這樣的 但是呢 這個練金的過程 他就會trigger很多 一些 浪費的行動 那些浪費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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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做這些行動 在過程中 你會跑 跑幾條 包括跑單 就是練金術的過程 你要做一些成品出來 就是把元素 丟進去 就會直是形成一些 藥水 那些藥水就是一些單 另一方面 就是在練金的過程中 你會丟一些 叫做元素 即是元素的精華 那些精華 就會跑四條 就像是 Bison Track Bison Track Zero Mystica Bison Track 那為什麼 聽完的Rules 你會覺得很棒 就是因為 它也是那些 tripped tiles的遊戲 就是你做這件事 做tripped tiles 然後做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 就是tripped tiles 轉向轉向轉向 這樣 而它的互動位 就會在中間 它會有一個 draft式的 即是Hitney 嘴折你的 draft式的 也不是 其實 對 但當你真正玩下去 其實你覺得外面 draft式的系統 不算是 不太卡 反而就是 你如何去 run好你自己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那些 也不太卡 那幾個特別的位置 我覺得它 整個主題 因為練金術 真正是 練金術 你會看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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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的 但是它轉來轉去 又有些 特別的 我覺得比較 特別 還有就是 你玩下去 就是 你玩下去 做Couple 那個感覺 是很深刻的 印象 那些 有些 在做自己實驗 那些 其實都很讚好 其實都很讚好 KX 那些 其實它的 就是 橫幻相扣 就是 用這個 又有這樣的效果 究竟我是 走這個 還是走那個 都是很重的 再加上 它怎樣 制律自己的 引擎 怎樣 怎樣 可以把自己的引擎 那一套 那一套 都是一個 很多玩法的 一個有利 那些 我現在想說 就是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就覺得 它的 非常多 然後 它有一些 實驗 其實 大家在練 過程當中 其實是想 就是 用一些 團數來做你的實驗 你是需要 某些 精華 技巧 夠不夠高 然後再有 那些 我第一次玩的感覺 實驗是非常之難的 然後 做完之後 然後 我又會 反而第一次之後 就會發現 其實它有很多方法 我們這個實驗 去做 然後 就 其實 就會開始 做 準備 做 準備 然後 就可以 令到 你那邊 然後 你去跑那邊的實驗 你就會去跑很多分 而且 在明天 除了 贊息之外 它也有 實驗 它也會 用你 一粒 的行動 去拿 那張牌 那你 所以 在做實驗的那方面 那個 機制 其實我都覺得 做得 挺 涉嫌的 亦是有一種 做完之後 反應之後 也都想要 再做好一點 再做好一點 對 對 補充一點 我覺得這個 鍊金術 如果你說 魔術師 是一個 Stream 9 座的 精煉版 我覺得這個 就是複雜版 就是 在魔術師 可能這顆 是三個作用 但是 在這個鍊金術 這顆 可能有六個作用 所以 這個 就是一個 挑戰版 我覺得 它做得 好的地方 就是 它的爽度 爽度在於哪裏呢 就是 它有一個 做實驗 是一種 做實驗 其實 你做那麼多 就是為了做實驗 對 你一搓到那一天 實驗 你一爆 就可以連環 combo 這樣爆下去 其實 你會很享受 那個感覺 對 而不同其他 你可能 丁一樣就拿B 丁一樣就拿C 它不是 它是你速力 一開始爆 很多元素 很多精華 有一個熟練度 練夠 然後一開始爆出來 最後再爆出一個最大的實驗 這些就會很有滿足感 嗯 那補充一下 其實它就是 Marco Polo 還有 大神 還有 馬雅 對 好 來到最後三隻 就是 Marco Polo II 誰先說 我先說 我自己 有玩過 Marco Polo I Marco Polo I 很多人都很喜歡 包括 Ross 都很喜歡 奉約神明的遊戲之一 但其實我當年玩完之後 我覺得是好玩 但我沒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除了 角色真的很誇張 那些技能之外 但是呢 今集玩完二之後 那我就很喜歡 如果 老實說 如果不是因為有1 而如果純粹是2 那我會選擇今年的Top Game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我覺得 一 它將 行地圖 和下面做單的東西 分得很開 有些人可能是行地圖做 有些人可能是靠做單 但這次 它就將這件事 就是 它迫你一定要行地圖 因為你不行地圖 你不會可以拿到導彈 我覺得這件事 令到整件事 合理很多 以前 你這個遊戲 是要去遊歷的 就是到處去走 你不可能不走 你就可以做單 但上集就會 因為某些角色 或者某些情況 他可以做一些Combo 而令到 他做單的東西很強 但今集我覺得 它就解決了這件事 令到我覺得 很棒 我玩完之後 我很深刻 很想再玩 再誰 補充一點 就是 如果玩第一集 其實我都不喜歡行地圖 我覺得很辛苦 根本就不合理 這件事 很鼓勵我走 但我覺得這隻 我沒想到 這樣改完之後 是好玩了很多 還有 我喜歡它 其實它多了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它有新的砲 有四個工會 那些工會 會再強快一點 還有我很深刻印象 就是當一路去讀 那些角色的時候 真的每讀一個 都不相信 真的這麼厲害 要檢查 我檢查來檢查 真的很厲害 但到最後 最強的那些 都是被別人選的 我不選 我選擇 什麼那麼厲害的 其實心底裡 就是想到一條步驟 這個是非常著迷 我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 它不是二 我覺得它 是不是叫做 進化 可以叫做 完成形 我覺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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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問題 好問題 對 其實可能 真的 我不會再玩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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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真的怕自己 自己 對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簡單 就是Patch Patch了1.0 對 很厲害 很厲害 我也覺得它是 我老實說 我沒有玩過 但是它也挺老實 說明是Markovil 2 很喜歡那些 換了另一個film 然後寫另一個名字 有人要罵 就是它裡面 所有東西 都是用翻譯的 就是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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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極的樣子 不是 我記得 它在卡極的右下角 特地有個 symbol 是讓你不會撈亂翻譯的 他都知道他的卡太遲 因為它可以撈一個東西進去 所以我剛才要分開這個 你可以當作expansion 撈進去 我沒試過 它可以用一個角色 一個City 一個單 它說明是可以撈進去 挺有意思 但我又覺得不是太完美 因為它也說明是有機會沒有那麼平衡 因為你 仍然在Marco Pro裡面說這件事 2有些新資源出來了 但是你1沒有那些資源 變成你撈一些1的單 你有機會 怎麼這樣做 叫做多個功能 多個function 你喜歡就把它撈進去 算了 我覺得純粹是逼你買1 因為它解釋不了為什麼要有2的出現 不是的 我覺得它是逼你買1 1其實是2的expansion 對 他比1還要有存在價值 對 如果2之後就沒有人買1 對 就是告訴你 維團已經解開了 結果買完 collecter要買完 對 遲些穿了衣服 如果這個出英文版 會的一定會 對 因為我們在藝心買的時候 它已經是official英文 rules 不過它是分開出的 OK明白 好 這樣有沒有人要補充 沒有的話 我們就去到最後2隻辣 下1隻就是 夢境 這個 首先 我們先給海總管說 這隻是 你說的 你想買人家的遊戲 對 收購人家的遊戲 那邊說他買了很多遊戲 然後他說你買吧 他有很多遊戲 太多了 他負擔不起 然後我問他 他說我最喜歡這隻 沒有話可說 所以這隻是我的Top 1 對 那是Top 1 那Top 1 Happy 你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你很喜歡這個 為什麼很喜歡這隻遊戲 因為有某一類型的遊戲 我很喜歡 類似要組裝一些形狀 比較早期的遊戲 其實有一個叫Tash Color 是另一個很出名的遊戲 他要組裝一些類似陣形 旗子一個陣排出來的玩法 我又很喜歡 很著迷這類型的東西 反轉又再反轉又再組裝 然後再組裝另一個陣 那件事是很好玩的 而這隻遊戲某程度上 就是做到那件事 而他又令到整件事是舒服了 因為他每一次你在夢境裡面 完成了一個Picture之後 他會有的能力留下來 你可以幫你去令到你組裝下一個夢境的Picture 是比較容易的 那位學家是很喜歡的 而且完成了 那件事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沒錯 那先到哪裏 Ever還是Happy先說 Happy 大約聊聊聊聊這遊戲 這個夢境之地 這個遊戲其實就是 出了中文 就是叫夢境之地 就是台灣出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Action Point System 就是每一回合就有六個Action Point 然後就在版圖上走來走去 去撿一些夢境碎片 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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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有夢 四個 四個 之後你自己有個Player Block Player Block就是你做夢的地方 又流行做夢 那我們就找一些夢境的Tiles 去組裝夢境出來 那個夢境就是有很多不同藍色的Tiles 就是去組裝 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做一些Z collection 做一些單 那單就是要去組裝那個Landscape 例如有兩個藍色 中間有兩個啡色的 其實就是一條河 上面有一條橋 而我們怎樣知道這件事 就是我們不是幻想出來 因為在每張卡上面 它都有一幅插圖 而另一個經驗就是 原來設計師和插圖師是同一個人來的 所以整件事是很有畫面 很有代入感 但它也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 就是那個AP的問題 因為始終 我有一個Action Pond System去做事的時候 其實是外面有幫它收拾東西 那收拾完之後 會令到別人收拾的東西會不同了 那我們又要再想過 那我去組裝 幸好就是去組裝Tiles的時候 其實是大家一起做的 那個位置就可以減少了AP的時間 但我覺得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這遊戲我覺得是很完美的 因為各人都做得很好 又有The Interaction 又有跑單 又有畫面 又有畫面 主題 你放了夢件出來 就什麼都可以了 什麼都可以 但它也是可以扣到的 所以你感覺好像很奇幻 整件事 走一走就無緣無故回頭 感覺都有 所以我暫時的這遊戲都非常好 其實是真的設計師的作品 是一些出名的 應該好像是西班牙還是法國 是法國 是Kickstart的 Kickstart的 走到眼了 但幸好 我們按了 我們按了 最後沒有付錢 那為什麼 沒有付錢 那為什麼這隻 到時候我們在場館買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它長期的Buzz list 都是Top 5 所以我們在某遊走過去 只剩下Base Game 現在就要去找回所有expansion 因為它有四盒expansion 那Ever呢 我的感覺就是 我看Wuz 我覺得整件事很abstract 我以為自己不喜歡 誰知道玩樂已經很有味道 畫面是非常有趣的 你組織的環境是很有畫面的形象 而且它是很滿足到遊戲的玩家 因為它在外面撿碎片 是可以有很多東西想 很多combo去做 你只有四步去走 但是你可以找一些東西偷步數 還有步數會有技能發動 所以有很多東西想 然後到你自己去組織夢境的時候 你又有很多東西想 去組織那些形狀 是怎樣可以戴羅伊 我只有這麼多 怎樣可以塑造另一個夢境 所以我馬上去試冰分 是很爽的 而每一塊塔律寺 組織夢境也有個作用 對 你走過冰分 它是用來走一步 或者換成樹 對 兩塊石頭 又變成山 然後我走過水 然後又可以回到冰分 這些很多combo 我曾經覺得它是最好的game 即是今年一次 我完全贊他 我們現在玩到很棒 組織畫面 很有畫面 有條河 然後人站在那裡 但是AP位 我覺得是會令到人卻步 因為如果AP的人 是某幾個不開命 是再APV的 你完全不想玩 因為你是可以去錄個杯圓 回來 他還沒砌一遍 因為很多combo的東西 在中間會做 而剛才Happy說 你不能預計 還有我覺得 他做的互動位置做得不錯 他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他人 譬如我們後來 我們玩了惡夢的expression 更加 他把東西動不動 你不能做一個expression 然後就GG 阿凱就被我們按下去 但是他準備贏 就是他有那個互動位 很貼心 很好 這是我們今年的黑馬 黑馬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完全沒有留意 試了一陣子都試了一些正的東西 然後那些正的東西 撿來試一下 其實我看到畫面也不太開 都合起來了 不知道是什麼 現在都不阿叔 小兩孩 所以又要教大家 畫面就算多差也好 看護士 不要看到阿叔 或者合上眼的女人 就不試他了 其實都是好東西 好 這個承受感是很強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玩的時候 他有三個不同的夢境 我們一開始看第一二的風景 已經發現好像很難做 然後就不想放棄的時候 到最後一兩彎 算了 最好厲害 但最後一刻拼出來的管束感是很大 對 很大 對 很大 好 那最後一隻 就是這個 Burr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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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阿金說一下 好 如果有留意BG Pod的爆box 其實我跟KX是爆鬧他的組織 也對他的遊戲是非常非常疑慌的 但是玩完之後不得了 我覺得他的好玩程度是跟T.M. 即是我們so far Top1 Terry Mystica Terry Mystica 那個級別是真的不相伯仲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他的互動位是非常非常之高 因為外面的Action 位是非常有限的 除了Action 位要霸佔了我造先 那個位之外 另外一樣就是地圖上的霸佔位 因為水霸 你要怎樣去擠到水 比較少 對呀 我還以為他會害怕 用什麼gag 我真的想到 可以繼續 水霸是用水的 不是 水霸的位置 首先要考慮你 因為玫瑰去玩幾個彎 但是呢 發覺這個世界上 這些水的資源 真的很有限 大家要真正吃水 這樣呢 要利用水 去GEN電 其實已經是很 有很欠位去拿那些水資源 那你以為 那時候凹陸 建了水壩 可以摺著水 對不起 我再看高一點 再摺你的水 然後呢 再建一些泵 就搶走水 或者泵到其他地方 嘩 這個位置的環環雙扣道 真是神經 那你不要以為 那它再加上是有少許 引擎建造型 但是呢 也不要擔心 之前那些引擎建造型 會越玩越來越來 就好像之前的引擎建造型 是一玩下去 引擎建造型 之後的回合數 越來越多 因為呢 其實它的行動點 每個人只有12個 工作人員 每回合都只有12個 工作人員 你怎樣建造引擎 都是靠那幾個 即使你建造引擎 都是靠那幾個 也是靠那12個 每個都差不多 但是每次的爭執位 依然都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喜愛 這個遊戲 Joy Plus 它的電影是非常之貼 Sorry 在座遊戲的電影 都好像電影不及四隻 我覺得 有沒有其他人補充 你幫人插一下 我插一下 好遊戲 但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的位置 其實最主要就是 他剛剛說的 那個 靠人的活動 靠人的活動 這個遊戲的 即是它的行動 那個行動 競爭的程度 是去到一個地步 即是你做不到 你就全部都做不到 即是它有兩邊 有左右兩邊 有A、B兩個位置 A位可能會一直有 但B位可能會一直有 但B位可能會一直有 加三班 你是完全做不到 而完全做不到 之後的事情 就不用說 當然 當然 我們玩下去 有些人可以補救 譬如我這一回合 我什麼都不做 我放棄 然後下回合 就去補充一些東西 然後再追 但是 怎麼說 可能是 可能是 對 就是那個 可能HAPPY也會補充 就是 玩家之間的互動 對遊戲的結果 的影響 也是很大的 也是 那HAPPY你先說一下 你剛才說的 嗯 我想尤其是我這些人去玩 哈哈 就被人夾到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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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它在EROPE GAME層面來說 它在環環緊扣 之後 又類似一點 好像 我覺得像這個 即是你可以覺得 它好像是Action Point 但我覺得它也是一個 工作室來的 好像 這個維京人 有一隻 就是派很多人 那隻 那隻 很多人 即是12個工作人員的工作人員 因為一次過同一場 可以放三四個 那些位置又會卡 第二就是 你整個水壩 整件事 因為它是整個 怎麼說 整個山 有幾個 有很多個水淡 很多水淡 有很多水淡 對 然後又可以起 就飛到這邊 飛到這邊 那那個位置 已經是 怎麼說 已經要想很多事情 到底我哪一個位置 閘住 哪一個位置 建的水管去哪一處 令水怎樣流 又要想 而我也很認同阿甘所說 它是很貼心的 但是 剛才Kiki說的位置 就是那個 Play Interaction 那就是因為 我們建的水壩 是可以不是同一個人建的 水壩有三個東西 那個壩 那個管 和發展廠 可以由不同人建 或者其中一個壩 可能是阿公 那個位置就會很卡 那到底我去不去拿別人 雖然他有個要求 但我都可以借別人的管 那我借不借別人的管 或者我建的管 給他 我們兩個 可以合作 去快點去做完那件事 令到另一邊的水管 做不到河河水 那這個位置 又是要去談 又是要去搶 又是要去搶 另一個事情 就是我這裡建完了 但原來下游 是第二家人 到底我可不可以這樣建 建了下面的人 這些所有的東西 是緊扣到不得 緊扣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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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扣到我和你的關係的緊扣 而不是我遊戲本身的 它設計到是很緊扣 但我的意思是 真的玩下去 就是Play in Action 這個遊戲最有味道 也是很多人很喜歡 或者我自己去霍小 也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因為有些人喜歡玩跑分遊戲 喜歡組裝自己的引擎 但又不喜歡跟別人太多人 這個遊戲一定不適合你 或者被人倒閉 其實可能會很慘 但也沒有那麼誇張 我覺得還好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但後來我還能追上來 因為玩到中段 其實你會發現有些位置 因為他們跑高了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理你 所以他們所有的方法 就有些空間可以分場 這遊戲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們做得到的感覺 就是 你這些更加強勁的水壩的廠 他們就會大家在比平 而且小公司在下面 找生存的機會 是可以脫掉的 它感覺不錯 我可以給他破損 Kate有些話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 我先說不好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是不害怕 那部分我很認同 它真的太有關 如果有一個空間 欠那個科技碼 在外面擺位 以及每回合要欠高分 全部都是由我一個朋友欠的 是 我認為是很高的部分 而且我先補充一下 我先補充一下Kate 我先說過那個夢 就是非常之間的活動 其實有些位置 因為舊位初時 你需要一個壩 需要一個管 需要一個發電廠 你才可以 三個月是非常之難 所以其實在遊戲初期 很多時候 沒有靠你自己建一個壩 幫你建一個管 例如做這個發電 如果你建一個壩 別人不幫你建一個管 你是發不到的 而你的壩 存水的量是有限的 如果你存水後 不斷流運 你又不理想 所以你會繼續流走 你記得要射出海 這個位置就是 BOOM 其實是 其他玩家 肯不肯幫你工作 又很影響到你自己 而你又不能擔心別人 這個位置就是 interaction 對 interaction 太大 但我認為這遊戲很厲害 原因是 是因為 很讚嘆 一個interaction 用來的遊戲 到最後 是很難做到這件事 是很難做到這件事 因為太K 我實在是很困難的 而且我會覺得 當其實是有隱憂 令到大家在前面做一些合作 因為你自己肯定 本的成果不高的話 用到的現金 其實是很高的 因為人資源沒有卡 其實也會吸引人的方法 去做這個合作 還有 去到後期 我不知道 我玩了什麼一次 我那時候的經驗 去到後期 是有機會累積到一個床庫 去建造整個草野 來的房子 有的 所以也會有機會被人擔心 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我會覺得 他真的是很難做 我是非常喜歡的 所以他都是水力發展非常之適合的 而你玩完之後 你也會很融入 你是一個水力發展的人 所以我是非常贊得 這個人 還要加多一點 他是有很多不同的 玩家的能力 有很多不同的 再加多 你可以邀請不同的助手 在上面有不同的能力 再加上 其實他的資料管理 是很有趣的 放在那裡 就是你會 正常的資料管理 是洗完之後 放在那裡 不是的 你只要放在那裡 你又令到某個方法 可能隔幾天之後 或者再多一些東西 你可以回到資料管理 那些資料管理 出來再用 那個是有一個 卡到自己 Loop Engine 那裡 都已經很漂亮的東西 Aaron說之前 有一個補充少少 其實我雖然不喜歡這遊戲 但我也覺得 他的鏡頭 以及他的螢幕 是很巧妙的 他很寫實地做到 如果我真的開一間公司 起水壩 那就一定有這種人 就是在我數字上 但是那個位置就是 你會不會想這樣玩 因為遊戲不短的 你一個玩玩很難的 一被人夾了 你之後那種感覺 就是萬劫不復了 可不可以逆轉 可以的 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人家要誅死你 即我們剛才說 要誅死你 你真的寸草不生 一定想下來 沒錯 絕對會有這樣的機會 Aaron你可以說一下你的看法 我補充一個看法 就是 首先我是很欣賞 它的重玩性 因為遊戲的重玩性 是在於 Player之間的活動 沒錯 這裡再任何一款遊戲 即那些UO遊戲 很多都是自己跑步 就算 但這個是超級無力高的重玩性 因為跟不同人玩 不同的設置 已經可以 第二個局射是 是人的 對 我知道 原來的聲音是說 設定一個對手的 人生的訓練 就是看你人反好不可 第二樣我欣賞它 就是它那個 焦焦帶 那個絕焦的感覺 其實它 所有東西是很緊絕的 但它的技術是很厲害的 對 如果加上延伸 它有很多很厲害的東西 可以 你一賣了就加進去 爆得很厲害 例如自私廠 或者它直接死亡的資源 即時爆得很厲害的東西 這個感覺不是慢慢的 是 一 你可能是 速力很久 然後 一啟起一個很厲害的模組 爆分 一啟四滴水 然後十幾度電 一啟炸下去 紅色爆發 對 它是那種爆炸性的玩法 有些像MaoFolo那些大招的感覺 不是那些慢慢定細分的東西 對 另外就是要注意 Unforgiving的位置是很嚴重的 這個絕對不是新手遊戲 因為新手一做彩 原來別人不弄 你自己弄自己 自己弄自己 對 你自己弄自己 對 你整個遊戲會自知 因為你那些資源 你扔進去 你無法生存出來 你滾整個圈 已經是下一輩子的事 你可以再見 拜拜 好了 我們就說完 這個必入必玩的Top 10 我們現在進入環節 不如大家說一下 在這個遊戲中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遊戲 先問William 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今年的我試入很多 我自己會推介 這一款 為什麼呢 剛才我剛才說一下 我覺得他的遊戲機器比較舒服 而且他不算很難上手 他唯一就是開頭Javan 要多一點時間 但整個體驗和邊緣是比較合的 總之會是一款我挺喜歡的 William就用過電影 接著到海中館 因為有些特別的原因 我最後也是選擇這款Gymes的遊戲機器 雖然他說 這款遊戲的缺點是很多AP 我喜歡的地方 我之前有說過 即是你不介意AP 因為我最AP的 我有某一個很特別的 長期打開球遊戲的partner 他是很AP的 所以AP我每個人都認識 但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沒有人會怪他AP 因為大家都一起AP 所以你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你就可以侵犯一些AP 用這個突破了 AP也不怕的 好 接著到阿金 其實反而我反期度 十大推介 全都是好遊戲 很多遊戲都很喜歡 這次 反而我想推一推 就是Team 3 哈哈 我也很合理 因為實在 玩遊戲都求歡樂 但是過程的感受 確實是很開心 即是 記住 如果玩的時候要拍片 看回那段影片 就真的很好笑 對 他以為一隻可以三個人玩 又怪不得計 對 都很好玩 對 所以基本上 這些大型Party Game 就是 Youtuber必入 所以要拍片 對 我會去Team別 但要兩盒 兩盒 兩盒 就是兩天對女 好 接著Ever 我推介就是Ever Ever Games Burage Burage 對 因為這個 跟其他很不同 他有互動性很高 互動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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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年最喜歡這個 好 今年的主角Happy之前 我們再說一下 我是練金術師 之前也有說過 我是喜歡Combo 這遊戲完全適合我Combo 而且我覺得它是 好像剛才K 這樣說 我真的很感受到 練金的過程 那種艱苦 我一開始就覺得 有什麼可能可以做到這個 但你做一下做一下 又可以做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而且我一玩完 我馬上會想再試 譬如是試不同的Path 或者試不同的角色 又或者是我想試不同的東西 不過 比如說Burage 其實我也覺得很好的 不過我純粹是選擇 我不是說其他不好 這個最適合我 我選擇他就是因為Combo 好 那麼今年的主角 其實大家有留意 已經被人劇透了 答案就是Gamesh 是 我沒有戒斗你 有啊 可能已經戒斗你了 是啊 其實我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我覺得它的機制是很簡潔的 就是 是耳學 就是耳學 又是流星 因為你不得了 第二個方法就是 它自己砌的關係 是一個比較創新 很少在這裡看到 CD成績 所以整件事就更加有一個清晰的動作 第三個就是它的畫面 以及插槽 各樣東西很配合 令到畫面之後很多 那個感覺是很好 很有印象 而且都會上次試 因為它的卡好像砌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加上很多的廣場 魔術廣場 在四個方法就是 很多東西都可以重複到很多 雖然它的AP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 我覺得這件事是 在某些遊戲設計上是沒有可避免的 所以我覺得是最主要選擇 那今年呢 我們所謂的最喜愛的遊戲 都比較分散 大家都有不同的 跟去年的狀況有點不同 那整個愛心遊戲都叫做暫時緣 其實我們有很多遊戲都沒試過 那大家呢 大家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Villiam先開始說吧 因為今年是很豐富的 我覺得是有 是不是因為HAPPY馬哥 哈哈哈哈 但我會覺得是 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從最後 開始的時候 我開始看了 從最後 交出來的角度 可能是有很多 好像有很多 的角度 是 但是 最後回來了 我試身的角度 很不一樣 其實是 有很多 有很多 六波都負貪 是的,不太乱乱 每個都很有驚喜的 我覺得這次是 這種創意的兩種 是沒有意義的 是有的,是有的 是有的,是有的 其實我的感覺跟William都很相似,開頭選遊戲真的選不下手 只能說今年是大師的失意之年 出名的大師反而今年是沒有特別標青的遊戲 再加上會有個感覺是翻炒之年,要不是refilm就出2.0 幸好有我們的特派專員去到那裏,一直引誘我們 叫他們,這些有什麼,update的線,好啊 接著我們又繼續update那些bus list 再加上多謝BGboardGameGeek那些人在投票留言 就一直update那些資訊,再繼而後期拼取入了幾隻,竟然是有驚喜的遊戲 我贊同William說法就是今年是各樣都涵蓋到的 但我反而想另外說一件事就是他今年是有幾樣很特別的機制 反而是真的沒見過而搬了出來,我試過挺不錯的 可能就是未來新方向發展的作為基礎 我也覺得今年是這遊戲出得比較好,各方面也有不錯的 之前玩BlogGame是有一種新遊戲未必好的 今年是boot up自己的那種力量,對新遊戲就不再更加太多 而且今年這遊戲,我覺得他每個可以看他keep film的程度是很容易往前鋪著 很多遊戲都是一個很明顯的主題,主題也很融洽,很融洽的機制 令大家玩下去的時候會感到很乾淨的味道 今年這遊戲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今年這個案道理是玩了其他遊戲,玩了我一隻遊戲太久了 玩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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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年再玩一波遊戲,試玩很多遊戲的時候 我感覺是有擔心過的 因為今年他都說好像沒什麼好玩 不用選擇了,不用預理的,不用幫忙吃的,沒有遊戲買的 誰知道今年是喜出網外這麼多 因為興奮多了 還有我也認同的是很多不同的變化 例如有些輕冊中冊很貼心的東西 大家很期待要很強重冊 而有些充電器很令人外不適守 那件事也有 然後有些輕冊的,好像藍色火含 類似Fandom很快 但你又要有事情思考 要去考慮哪一部分的遊戲 然後最喜歡的是 另外除了這個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是史賴 那隻不斷地互搞的遊戲 所以我覺得今年是精彩 我可以增加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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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重要的 你小心把那些機器掉下來 好害怕 好害怕 沒錢了 然後到Eric 我覺得今年真的是豐收入面 特別是在Europe Game 我看回去年 我真的想再玩Europe Game 可能只有四隻 就是SF那兩隻 然後是Comba 和Navata CP 其他都是數不出的 但今年我發覺桌面 我全部都會想再玩 而且質素高了很多 重拆的也很多 這隻又重 又重 所以今年是很豐收的 以Europe Game來說 而且今年有一個方向 就是去年有很多Wall & Vice Game 今年很多作者都會試一件事 就是加一些Story 在Europe Game 它不是Legacy 那種要撕破它 它是將Base Game 然後用Story 包含很多Variant 很多隻都是 所以這個新方向是蠻好的 因為它是另一隻Europe Game 你平時可能開一次就算 但你今次因為有故事 然後多很多Variant 你可能會開到八次、十次 對買家來說是很開心的事情 因為你會重反性高了很多 我覺得這個是文化 但是由Legacy開始改變 對 又不像那些 純粹故事 上年那隻 Stormar 現在是甚麼名字 Cutterstone Cutterstone 因為Cutterstone 是相反轉的 有一個Legacy 陷入Recordation 現在是另一隻很好的遊戲 可能這隻 然後加了很多故事 對 然後很棒 所以很開心 但也提高了一個難度 就是很難接觸那隻遊戲 很難全面接觸到 因為我們現在太多遊戲 太有故事 我們review的時候 都是試過Base Game 但有時候試Base Game是未必救的 其實有很多遊戲都是 試完Base Game 例如這隻Wonderful World 試完Base Game 我覺得是一般 我又很有興趣看它的故事 會有些生敬器 即是Solo的故事 每一隻不同 所以是難看見了 很難判斷得到 好 接著Habby 我也沒甚麼特別的說 因為你上次拍了一段 是的 我們有另外一段影片 去完 希望下年你去吧 我認同今年是很多很結束的遊戲 但我有點悲觀 老實說我還未見到一個神作 或者是可以力九常生的遊戲作品 即是沒有經典的出現 對 嘩 難怪它是開心的遊戲 Base Game是有錢的 Base Game Base Game Pro 2 Base Game Pro 2也有機會 對 Middy出現3位置 對 是3出現之前 對 我覺得是未有一些可以競爭到最最高級的 老實說我回想上年 我自己覺得是一種可以作為經典的遊戲 對 反而今年是有很多很結束的作品 但你說會不會有些9分 我就有點保留了 這樣吧 不是Moto線嗎 Moto線也可以 機制上有9分 但未來就差一點 掌眉力值 對 力值說有多條法 比起之前的兩年沒有很積極 我總是記得是留了數 那些人告訴大家 還未足夠 五分 否還未有重 那樣 當然 有HAPPY到去 瘋狂的採購 令到整個 順利進行 又回來試遊戲 整件事我覺得是 有起出網上的位置 很多我們沒有預期到好的,到最後都會變得好 我覺得這方面的愛心中就是這樣 夏年的愛心會如何呢? 因為今年很多的... 我記得的,我記得的 那會不會下年會... 如果Mars都還未出現 Mars沒有什麼 他很職業有一次,已經出現了VC 回歸三日還未出現大遊戲 VC不知道,阿Lock在籌備一些東西 但主導的英雄是在火車加熱唱的 其實今年對於我們也有很大的衝擊 我們有很多主持投身了Keyboard的行列 令到我們少了玩Bord Game 看看今年2020究竟會如何 看看會否有幾多人會補他人的危險